走进店门,左边放着一台钢琴,墙上挂着多幅画作,如果不是眼前的收银台,人们会误以为这是艺术小馆而不是餐厅。 这家有特色的咖啡餐吧,它的主人名叫张元亨。 张元亨来自台北市,父亲是第一代到深圳发展的台商。 2008年,张元亨跟随麦斯协业来到广西并担任企业高管。 2012年转行,与妻子共同打造高端主题烘焙咖啡餐吧。 有时张元亨也会在餐吧里一展身手,向顾客展示他的钢琴技艺。 因为张元亨自身对艺术的喜好和羽门咖啡参与的多次艺术活动,让这家隐于闹市的小店成了不少喜欢音乐和艺术的南宁民众周末习以为常的去处。 近年来,张元亨还联合两岸艺术家在南宁举办多场画展、摄影展和艺术市集等文艺活动。 他希望把曾经在台北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文化生活经验,延续到南宁来。 在这十年我们做了很多的音乐活动跟表演,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看到了当年来参加音乐活动的一些小朋友,他现在已经进到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演奏系,或者是甚至已经是不错的演奏家了。 张元亨表示,作为南宁市航洋国际商圈最久的老店之一,有的南宁民众曾经在这里听过音乐会,看过演出,有的曾带着朋友来店里看书,有的在这里谈恋爱成就了浪漫姻缘,无论城市怎样发展,他们都一直钟情于宇门咖啡馆。 十年来的努力,宇门餐饮已经融入当地,成为广受市民喜欢的品牌。 如今,张元亨希望疫情尽快过去,他很期待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以宇门旗下的店面为平台,举办音乐会、画展等文艺活动,继续为推动柜台文化交流出一份力。